新冠肺炎疫情目前持续中 旧国团南投市团委会 最近特别准备100只的干洗手艺 送给南投国校 校长也表示 因为校内有很多小朋友与幼童 面对一直没有退烧的疫情 防疫物资也相当缺乏 这次可以拿到干洗手艺 也相当感谢南投市团委会的付出 我们刚开学之前 我们就开始去查读嘛 那也不好嘛 旧国团南投市团委会总监事 简伯云本身也是南投国小的校友 在他的前线之下 南投市团委会 这次准备的100只的干洗手艺 来全身给南投国小 其实呢我们要首先要先感谢 我们南投市团委会的总监事 简伯云 那简伯云呢 其实在过去是我们南投国小的校友 那在这一次的那个 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底下呢 他也会希望说能够回馈校园 所以也准备了就是干洗手的部分 来做爱心 那也希望说先从我们这公益社会团体那儿 来做一个响应的动作 那阿姨先在手上先挤一点点哦 好的 好 好 我们洗手的时候手要怎么样 搓搓搓 好我们开始搓 我们数到20 好不好 我们自己数到20 用干洗手液加上一般洗手的方式 就可以简单 就可以简单 将手来洗干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洗手是最必要 而且最极致的防疫方式之一 因此南投市团委会 这次才会选择来宣证干洗手液给国小 教学生都能远离病毒的危害 因为现在防疫非常的吃紧 那学校对于防疫物资的部分呢 也比较欠缺 那我觉得民意代表 还有我们社会团体 能够关心最基层的国小的学生 以及幼童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善心的工作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社会大众 对于这一次的防疫工作 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已经好几个月 面对疫情支援的全军 有不少的社会人士与团体 都无事奉献 投入全政与宣导工作 让疫情可以受到控制 也让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蔡志祺南投采访报导